鲁骏家庭生活照 徒为鲁迅1902年到日本留学后 简去长辩拍的断发照 朱安是鲁迅的原配妻子 当时她有一双大脚 并不符合那时的审美观 鲁迅一直不喜欢这位妻子 第一是包办婚姻 第二是朱安长得不漂亮 姿色很是平庸 第三就是鲁迅和朱安没有共同语言 徒为朱安的家人的流言 鲁迅和原配妻子朱安结婚 是母亲送给她一个意外的礼物 朱安并没有任命 她一直在争取鲁迅的爱情 可惜她的努力都失败了 因为深爱着鲁迅 尊重她一切的安排 鲁迅就对外宣称 朱安只是她的助手 朱安则无姓无爱守寡 41年 她只愿永远不要再遇见鲁迅 徒为朱安的流言 姿色平庸 徐广平处 声名门望族 参加五次运动 走向被晚封建大家庭的道路 跑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 并成为鲁迅的学生 后来和鲁迅相爱 正是同居于上海 浮为鲁迅和徐广平抵达上海的第二日 与周建仁前排左翼 孙福云 林宇棠 孙希福后排又制作的流言 徐广平比鲁迅小17岁 两人典型的师生恋 他们的爱情受到守旧者的反对和讥讽 他们却不畏困难 创造美好的姻缘 并生下儿子周海英 有了儿子的他被鲁迅承认 而且 徐广平和鲁迅并没有正式的结婚 因此他被认为是鲁迅的配偶 或如夫人 服为徐广平和儿子的流言 祝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图片来援护联网 款权归所作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